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周一刊发通知 促进消费新增长点 其中鼓励限购城市放宽车辆的购买限制 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在周一刊发通知 推动打造消费新场景 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通知要求从餐饮 文旅体育 购物新场景 大宗商品消费 以及健康养老托育和社区消费等范畴出发 其中大宗商品消费方面 通知鼓励限购城市放宽车辆的购买限制 增发购车指标 通过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联动 安排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老旧新车报废更新 稳步推进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运营 展开智能汽车 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 以及城市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等等